哈喽大家好 我是肝比较痛的大白 上期月岛击败十节虫之一 虫凤行下定决心找回力量 于是隐瞒身份 前派月岛一同前往冀州 数百年前的王者化身虫人 并临城下 冀州官员收到消息 虫凤行要来冀州寻找警 但此刻 真田幸村已经带着十节虫 拿捏着冀州平民的生命 准备和官员谈判 另一边 月岛跟着两人上路后 才知道这趟行程是去冀州 虽然他完全不知道冀州在哪里 不过既然是重凤行的任务 他还是跟了过去 月岛差点误以为 大岗中向就是重凤行 而大岗也对月岛有些好奇 毕竟是能被重凤行看上的人 他想知道月岛究竟有多强大的实力 另一边 真田让冀州的官员 给他造一艘千人大船 因为这地方木头好 所以真田打了造军舰主意 官员想起警随后就没 他们的目的就这么简单 真田诧异 那不然呢 官员点头答应 并表示 只要重人不屠杀冀州的人 他们就派出人去修建大船 关于这一点 真田也答应了下来 而月岛等人匆匆赶路 当晚抵达落脚点 重凤行泡了个澡 回想起之前月岛的表现 心中也有几分喜悦 然而这一路过去 月岛总是在帮助别人 大岗觉得这太引人注目了 这次行动应当是小心行事 要是月岛做不到的话 他会让月岛立刻返回江湖 可眼看冀州就在前方了 月岛要真的被免职 武士的身份往哪搁呢 于是 他只能忍住上前 问离开冀州的人的行动 到了冀州门口 三人被门外的侍卫拦住了 目前的冀州居然成了 可出不可进的地方 就算大岗表明身份也没有用 因为这位班长也知道真田在这里 为了保证重凤行的安危 所以他决定 在真田离开之前 不让重凤行踏入冀州半步 三人猜出 冀州内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 可他们必须尽快进入冀州找得紧 大岗提前做了调查 知道还有一个路径 可以进入冀州 但这需要异性人翻过陡峭的悬崖 重凤行差点摔下去几天 最终由月导将他绑在身上背了过去 大岗在旁边吃了好大一口狗粮 然而第二道关卡前 仍然有侍卫守门 大岗说出此行的目的 合格山城 话语刚落 老鹰抓舌的动静 吓到了重凤行 他踩断树枝引起注意 几个侍卫立刻追了上来 月导斩断树木 隔断了侍卫的搜查 大岗决定先隐匿在树上 等夜色降临 再潜入冀州内部 然而到了晚上 月导三人蹲在树上 就看见了一只连冲人出现 嫌弃几个侍卫抓不着人 真没用 挥动镰刀 杀死了几名侍卫 月导震怒 大岗赶紧捂住他的嘴 不要冲动行事 没想到 这个自称 跟金圣巴的家伙 发现了两人位置 立即朝月导等人攻击了过来 月导立刻抽刀 跟他打坐一团 大岗让他不要为了一时怒火 搞错了任务 重凤行却支持月导 并且让他将跟金直接斩首 大岗见状便先带着重凤行 前往河阁山城 而月导和跟金交手的时候 就发现了 对方每一个招式 都是瞄准关键点而来 不过大多都被他防备了下来 跟金也很兴奋 没想到变成重人后 还能遇上月导这样的战士 月导再次进攻 但跟金的镰刀竟然还能延长 在月导看来 这家伙的实力 绝对在原非佐助之上 原非佐助 我没惹你们任何人 能够柔刃延长的锋利镰刀 竟然只是跟金的普通攻击 他的绝招还没用出来呢 说着 跟金将背部的卵蛋头放出去 比成年男子巴掌还大的虫卵 砸在月导身上 月导防不胜防 除了恶心 就是被扰乱攻击 另一边 重凤行抵达关卡门口 准备推门 大岗问重凤行 为什么要叫月导来随行 对方这一路的表现 完全就是个不成熟的武士 他实在不理解重凤行 选择月导的理由 重凤行却说 月导不知道自己的真身 而且他也想留下一点回忆 大岗愣住 随后叹气让他退后一步 自己走到门口 将关卡当门劈开 这时 重凤行回头叫月导赶紧过来 然而跟金根本没让他逃走 虽然重卵远程使用了 不过 他的镰刀壳还在呢 于是 跟金甩动柔刃的镰刀进攻 月导挡住前两段攻击 第三段被他用口舌叼住 随后 月导拉近距离 先是一招 赋月铁锤哥 锤晕跟金 紧接着 赋月山蓝将跟金献飞出去 月导迅速跟着大岗二人 冲进了纪州 不过跟金并没有死 只是脑袋被捶伤了 找到真田汇报消息的时候 纪州的藩长也在现场 他得知对方称呼真田等人为重人后 就明白 来者可能就是重凤行等人 这时 真田告诉纪州藩长 既然防守看不住 违背诺言了 那他就要屠戮整个纪州 要是藩长不想纪州百姓死亡 就立刻动员所有人 交出闯入者的头颅 无奈 纪州藩长弄出画像 让百姓去抓人 普通人 那也不知道如何抓人 这时 真田带来大批死尸 在人群面前碾碎 威胁他们 想活就别逼逼 赶紧去找人 民众吓得八腿就跑 而树林边 一个小女孩看见这一幕后 立刻朝江湖那边发了消息 传递消息的小宠物刚出发 小女孩就被重人发现了 月导三人也看见了自己的画像 大岗猜出 这可能是重人威胁 纪州的藩长直接下达了命令 毕竟 处人目前还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月导心说自己哪有那么凶 赶紧把眼神改温柔了不少 不过接下来三人的行动 就要受限了 毕竟要穿过村落 才能进入对面山脉 这时 旁边有老婆婆摔倒 月导想上前救人 被大岗拦住 然而 热血笨蛋在这个时候 大脑涨潮被水淹没 让两人先走一步 自己准备去背老人 对方却一点好意都不领 反而抄起刀 准备暗杀月导 月导立刻躲开 其他村民就围了上来 看看 不听前辈言 是亏在眼前啊 月导只能冲出人群 朝村子里躲藏 没想到 就连四五岁的小孩 都将月导视为敌人攻击 月导只好继续潜逃 他知道 这不能怪村民 宠人威胁的情况下 这些人也想活下去 正在他们围剿月导的时候 山贼突然跑了出来 眼看山贼 就要踩到袭击月导的小孩了 冲凤行突然抱着小孩 躲开了马匹 这时 山贼也发现 他们就是通缉令上的人 准备将三人一同杀死 随后 大岗出现 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 将山贼的手臂全部砍断 山贼大海 当即驾马潜逃 村民们见到威胁消失 立刻又包围了月导三人 大岗便交出了自己的武士刀 于是村民一窝蜂 将三人绑了起来 看到没有 烂好人当不得呀 另一边 脸川发现松原在送乌鸦离开 好奇的上前问情况 这才知道 原来上面发现几周 完全没有消息递过来 这时 火博说几天见不到乌鸦 自己也要去 松原本想拒绝 但火博却说月导在哪里 脸川就知道 他哪里是想去看乌鸦 分明就是在担心月导的呆子 火博被揭穿心思 恼羞成怒 轰炸了脸川 这时 传递消息的小无鼠 抵达江湖 众人一看纸条 顿时大惊失色 立刻追上了 已经出发的乌鸦 而月导等人此时 正在屋内不知所措 毕竟刚才还要抓捕他们的人 下一秒 竟然开启了宴会 村民们居然在庆祝三人赶走了山贼 并且觉得三人并不是什么坏人 但他们依旧没有给三人松绑 毕竟 面对宠人的威胁 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 之前带头冲锋的青年正准备动手 这是石杰虫之一的望月六郎 骑着队友 海野六郎赶到了村子 众人纷纷躲了起来 没有直接交出月导三人 但宠人望月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抓了粉发小女孩 作为人质威胁众人 听着小女孩撕心裂肺的惨叫 众村民不敢出声 月导却杀了出去 成功救下了小女孩 然而对方二打一 先是敏捷型的望月 速攻引开月导注意 这是庞大身躯的铁甲虫海野 立刻攻击了上去 月导被伤 铁甲虫太山压顶 望月以为他必死无疑 于是看向村民们 说他们私藏人质 要将整个村子的人都杀干净 这是大港走出来 敲了敲铁甲虫的外壳 让月导赶紧支愣起来 别搁里面装了 月导果然举起海野的外壳 并且安抚村民 只要有他月导在 那绝不会让宠人 对村民展开屠杀 接住小女孩的青年一愣 不理解月导 为什么要帮助他们 毕竟刚才他们明明想杀月导三人 然而月导这人直肠子 真的不记仇 当两头虫一同进攻的时候 大港准备对付望月 月导则打算去对付海野大铁甲虫 对于刚才没听大港的劝导 月导诚恳道歉 大港并不把那件事放在心上 这时海野袭击了 旁边的青年和小女孩 月导立刻上前挡住攻击 村民们本以为 两人只会消灭虫子 不会在意他们的死活 此刻看见月导出手救人 心中顿时愧疚不已 而大港和月导的配合 不能说毫无默契 反正是各打各的 月导压制了海野 这时望月一看月导露出背后 当即露出得意的笑容冲上前 殊不知 螳螂不缠 王雀在后 大港这老六润了过去 望月不敌大港的倒法 还没回过神 就被切得四分五裂了 月导也是一记 赴月铁锤歌 直接将海野砸进地里 两人大获全胜 村民们也纷纷上前道谢 这时 被救的小女孩凑了过来 他在彩礼 刚对月导道谢 就被月导的思脉路 给迷倒了 月导想起公务在身 赶紧推着两人继续前进 这时 被救的青年也走了过来 他们决定弥补之前 犯下的错误 让月导将事情 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